隨那個工作部有沒有啟動之後的話 它就起來了 起來之後的話要做什麼了 再來的話就是讓它具備有功能 填了資料之後可以幫我把它填到這四個 並且自動帶出後面三個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有防呆部分 因為呢 填的時候我們剛開始可以先不考慮那個什麼 我叫防呆啦 防呆就是說如果它輸入錯誤的資料 那你後面的話就慢慢要把可能它會輸入錯誤的資料的 那些部分的邏輯先想出來 然後把它加上去 讓這個程式的穩定度越來越高 OK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如果你想到的都有加上去 而且程式沒有錯誤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是慢慢可以那個 就是說不用擔心說 會有錯誤的發生 OK 那這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幫它來 第一個就是如何按下新增 它可以幫我把這四個資料把它搬到這邊來 OK 那其實就是複製的概念 複製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是再把那個上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我大概demo一下 執行起來 那比如說我把這個資料輸入上去 這個當然我先沒有防呆 就是大概輸入一個比較沒有錯誤的資料 然後按一下新增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它填到這上面來 填過來有沒有 那其實就是填一二三四 填到這四個 然後後面這三個是自動產生 產生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再把裡面的這個資料怎麼樣 清空 因為要填下一筆 然後游標呢 再幫我把它停在第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 這一個cycle 這樣會比較smooth 就是很 感覺就用起來很流暢 你自己Key資料你也覺得 哇好方便喔 Key Enter Key Enter 很順的就可以把所有資料都Key進去 而且沒有錯誤 而且它會幫你驗證一下 那要怎麼寫 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 該怎麼寫 其實也不難 這個地方的話第一個 程式喔 因為我們是填資料在這裡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理論上我們這一個 輸入的話呢 第一個這個叫testbox1 有沒有 那理論上如果我是用複製喔 複製到第二個的話 這個應該是testbox2 這個應該是3喔 你就按照順序啊 你不要跳著 有同學之前是上下顛倒 所以Enter 怎麼跳來跳去亂跳 我是1234 照順序 它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先確認一下 你的名稱是不是1234 第二個的話 還有一個喔 我們剛剛執行的時候有沒有 我輸入Enter 它會跳下一個 這是正常的對不對 可是之前有同學 遇到不正常什麼 它跳變這個跳這一個 這個可能會跳上來 有沒有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 每一個 這個叫什麼 控制項 裡面的話 它會有個屬性 叫做tap index 踢開頭的 所以往下拉 踢開頭的 叫tap tap index 這個 有沒有 那這個順序的話 你會發現 那邊有 有個4 其實這個應該是0吧 它應該是0開始 這個是0 1 2 3 4 有沒有 所以它是按照順序的 有沒有 那這個應該是5 有沒有 tap index 5 這個應該是6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是4 5 6 7 8 它會按照這樣 也就是你按Enter 它會跳下一個tap 那如果你這個順序亂掉的話 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tap index 把它change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那個順序不對 沒關係 你就把它調整順序是對的 它就按照你的順序去調整 OK 大概是這樣 比較同學會有遇到的問題 那再來的話 我們如何撰寫對應的程式 記得喔 這個叫tap index 1 裡面的資料叫.test 那我可以轉移到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第一個 我們程式請你 在新增的這個按鈕上點兩下 特別是不能亂寫 點兩下 那你會發現 它會跳出 一個頭一個尾 意思就是說你的程式應該寫在這裡 因為我們如果要把資料送出的話 是按一下按鈕 所產生的對應的那個動作 所以記得一定要當這個button cumming button1被click click就點擊的時候 把程式寫在這裡 所以我剛剛程式寫在這裡 那首先的話我們分成四個段落來看 第一個段落是 如何把什麼呢 把那個資料放在我指定的這個位置上面 有沒有 那首先當然我們先不管後面三個 我們先管前面四個 那我怎麼放過來 那其實它的觀念是這樣 我前面講過這個等號有沒有 其實不是運算的 不是比對喔 左邊有沒有等於右邊 而是把什麼 把右邊的資料 把它複製一份到 有沒有到左邊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是test part 1 它裡面的資料就點test 幫我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八列的A欄的位置 可是問題來了 我這個先把它拿掉 等一下一個足以一個足以來看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足以把它寫出來 當然我們有四個步 第一個步驟 可是第一個步驟的話 你會想說 如果我今天寫 假設第八 那如果今天這個位置 假設通通給八的話 那下一次呢 你再輸入 又放第八不就蓋掉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越來越往下對不對 所以喔 這個哪一列的話 我這邊多一個變數 所以最重要是這個R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 那好像我們前面有講過 我可以把游標放A2 Ctrl向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停在第八列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我要把它繼續往下 新增資料的話 那理論上 我就把追蹤到的位置加1 就好了 OK 那寫的方法就是Rrange OK 刮弧 那我從A2開始追蹤 OK 你不要放A1 A1的話會卡在A2 所以A2 然後點什麼 點END 這個好像前面有沒有寫過 刮弧向下追蹤 XL DOWN 追蹤 向下追蹤 Ctrl向下 得到的列 給我一下 他這個時候回來的第八 那記得把它加1 因為我要寫到下一列 那把這個R 放在這個Sales的 R 放在這裡 比如說9 有沒有 那我下一次是A9 B9 B9 B9就下一個 B10類推 那分別把什麼呢 他裡面的這個 Test Bar 1 這個裡面的資料有沒有 就是Test Bar 1 這個是Test Bar 2 那我分別怎麼樣 把這邊四個資料呢 幫我轉移到這邊來 OK 那我們第一階段就完整 所以試試看 執行一下 假如說我今天再一個BBB BBB OK 然後輸入 這個我就沒有防待 我就隨便輸入 然後按新增的話 看一下有沒有把這四個資料 四個資料轉移過來 有了有沒有 但是還沒刪除 我們這個還沒寫 所以第一步就完工了 那再來可能就CCC 新增 有了 OK 所以第一步呢 就大功告成 但是問題來了 可是 老師我後面我希望 這個自動幫我平均 自動幫我算什麼 合格不合格 自動算它的多重 那我後面三個要怎麼樣 讓它可以自動出現呢 那其實 這個道理跟之前丟公式有點像 因為當然你可以 不一定要丟公式 你可以算完再丟 反正跟之前那個做法一樣 不過比較簡單是丟公式 那怎麼做呢 一樣是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因為它是一欄 所以我們就是 這個是平均嘛 應該是這一個 往下 所以這個是Sales的 一欄 等於什麼呢 那個公式 那我們以前一樣 兩個算號 那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 這個一欄上面的這個公式 怎麼樣呢 把它複製 Ctrl C一下 取消 然後把它放哪裡 放在這裡嘛 貼上不就好 那貼上一樣喔 會需要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 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沒有 所以沒有不用管 第二個它的列號 要隨著什麼 隨著 特別注意喔 之前這個7跟後面那個7有沒有 之前我們是把它改成I啦 不過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喔 這邊就不是改I 應該改R 所以怎麼改 改的方法一樣喔 只是裡面變R而已 一樣嘛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打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空開來 然後把雙以後到雙以後 當然後面那個7一樣嘛 所以你把它Ctrl C 把這個7有沒有 蓋過去就好了 欸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完E欄了 那再來的話 這個抽欄一下 這個再來就是F嘛 然後再來就是 再把這個 E F G 所以這個F 這個是G 那我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 把它複製 取消之後的話貼過來 但一樣啦 這個我就不取代 因為其實才4個而已 如果貼到記事本 有點麻煩 不如就自己取代一下 然後把這個7怎麼樣 把它用這個來 比較快的方法 把這個直接貼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然後最後這個G的話呢 多重有沒有 這個就多了 這個可能還是 需要記事本把它取代一下 所以一樣的道理啦 這個部分的話 我看雲端上也有 就是把它改成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公式 就是完成 有沒有 所以第二階段的話 他就除了說可以把 填的4個資料 帶過來 並且自動呢 產生後面3個欄位的資料 那最後的話就是什麼 清空 清空怎麼清空 其實就是把什麼 Testbox1有沒有 就是那個文字方塊裡面的資料 你看 把它怎麼樣 丟一個清空的那個 等於什麼呢 說一下就好了 就裡面清空了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嘛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兩個一起 OK 那就把這邊改成 2 3 4 都清空了嘛 最後游標再放在Testbox1裡面 那怎麼放呢 很簡單 就是 把游標放上去的話 Testbox1點 游標放上去它有個方法 叫做Set Focus Focus嘛 就是游標在上面 那就完成了 所以喔 目前的話 假如說我們做完之後 把它這個清空好了 空來一下 再來 做完之後 我們把它 支清的話呢 一樣是啟動錶單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AAA Enter 在Enter它會跳這邊 當然你再按一個Enter 或者按這個滑鼠也可以 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1 2 3 4有沒有 然後後面這個是自己帶出來的 BBB Enter Enter 有了 有了 就會自己一直往下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再試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啦 所以喔 先可能講到一半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會把那個後面房呆的部分 再把它講完 讓它這個完整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那相關的程式碼啦 因為這個複雜度會比較高 所以我有把那個程式碼放在 第二個單元 裡面的 剛剛的程式在第五頁的地方 OK 那回去的話 有時間喔 可以再練習一下 那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把什麼 後面的那些什麼 就是說 房呆的機制建立起來 讓他們沒有辦法亂輸入 另外的話 最好是Enter Enter就自動輸入啦 那我剛剛還沒加 那還有什麼 還有呢 讓那個資料不能亂動 所以我裡面的話 會加上一個 不能修改的那個設定 可是問題不能修改喔 那可是VPA 可不可以修改呢 當然也是不行啦 不過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動態的怎麼樣 動態的把那個密碼加上去 讓它可以修改 等到修改完之後 再把密碼加上去 這樣的話 使用者就沒辦法 就是只能透過程式 才能去變動資料 這點可能 請各位回去再練習看看 因為這表單坦白講 真的還蠻複雜 但是其實非常好用啊 工作 如果你會自己設計這樣的表單的話 對於日後 你要減輕你的工作的那個 這個這個工作的一些 雜七雜八的修正 應該是會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先到這裡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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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